男人怀疑自己生活在虚拟世界中 认为妻子也是假扮的演员 妻子认为他精神异常 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 为了安抚他的焦躁不安 妻子从餐桌上摸出一瓶可可粉来 表示想给他冲杯可可粉喝 他带着假笑 用标准的波音枪 对着一脸惊恐的楚门 怪异地念出广告词 展示自己手上的可可动 就像对着摄像机打广告的专业模特 但整个家中只有他们两个人 被质问的妻子还在打着广告 慌张地掩盖谎言 感觉自己被欺骗的楚门 忍无可忍地开始怒吼 楚门死死勒住他的脖子 惊慌失措的妻子对着天花板求救 他暴露了家里被监控的真相 在遥远的演播室内 一群编导正在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原来楚门生活的世界 一直都充满了伪装和谎言 因为他从出生起 就有将近5000部监控 分布在他生活的各个角落 但他却一无所知 这是一个可怕的真相 因为他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接触到的所有人 都是被设计好剧本的演员 就在楚门失控的逼问妻子时 发小敲门了 他从小和楚门一起长大 楚门没有怀疑他是演员 于是向他敞开了心扉 但还是发现了蹊跷 发小不自然地停顿了一下 仿佛在被台词 他的确是一边听着导演的话 一边念出台词 楚门识破了发小拙劣的演技 但没有戳穿他 只是配合他的演出 妻子莫名其妙地直入广告 发小有意地停顿像在念台词 生活中的种种纰漏 都最终被楚门发现了破绽 楚门来到妻子上班的医院 想要一探究竟 但半路上不止一个人在阻拦他 他一一躲过 终于来到了手术室旁 然而妻子并不像多年的医生 而是技法拙劣的小白 病人甚至自己弹起了身 被护士死尽摁压才恢复 探究未果的楚门 并不打算气馁 因为他想起了白月光对他说过的话 这些年来 楚门一直在裁剪各种杂志模特 好拼凑出白月光的模样 楚门被杂志上的女主迷住了 他不想被同事听到丝纸的声音 于是一边咳嗽 一边把杂志上的女子撕下来 因为他的眼睛长得很像他的白月光 当他拿出那件红色毛衣 似乎又能感受到他的温暖 彼时阳光正好 楚门被一个女孩的笑容迷住 但他未来的妻子却突然出现 对他热情的头怀送抱 在舞会上 楚门和女孩也只是匆匆一瞥 就离开了 他一直惦记着女孩 希望能再次重逢 终于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他 他穿着一身红色毛衣 看起来神色紧张 一直在不安的东张西望 楚门以为他有男朋友 没想到女孩在纸上写下一个词 现在 接着女孩对他说了句话 让他永生难忘 女孩带着他躲躲闪闪的 来到了海滩边 楚门第一次和女孩接了吻 就在他高兴的时候 一辆不速之客的车开了过来 女孩急忙吐露真相 女孩告诉了他自己的真名 随后就被自称是他父亲的男人带走了 他要带女孩去斐济 女孩说的话都历历在目 从此以后 白月光再也没有出现在楚门的世界里 唯独留下了那件红色毛衣 让楚门还能时常拿出来怀念他 其实白月光也从未忘记他 一直在电视机旁观看楚门 他开着车 却听到广播里 在提前播放自己的一举一动 哪怕之后的广播在解释漏洞 他也起了疑心 这样的巧合实在细思极恐 他开始勇敢地打破这一切 所有的人都在重复相同的动作 他闯入一家公司 嗯开了电梯却发现里面是一个电视台 坐着导播和主持人 被保安赶出去的楚门 深刻感知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 他向妻子展示了荒谬的圈套 预言每个路过的行人一举一动 直到去世的父亲出现在眼前 楚门再也无法继续待在原地生活 这天他被上司要求去海边 完成一项保单的任务 但楚门的父亲正是因为船难去世 目睹父亲被深海吞噬的他 对于深海总是怀着恐惧 然而上司却威胁他 如果不去就会被裁员 为了保住这份工作 楚门只好出发 来到了海边 他看到一艘淹没的小船 正停在码头 这唤醒了他的童年阴影 只见楚门双腿发软 几乎就要瘫倒下来 他向发小倾诉自己想辞职的意愿 再去斐济找自己的白月光 然而生活的枷锁不允许他这样做 经济来源的不足 将他困在了原地 在路上 他发现擦肩而过的路人 似乎就是已经去世的父亲 他回头 四目对视 就在他要上前靠近父亲时 两个人夹着父亲离开了 他也被人潮阻挡 然而得知此事的母亲 并不惊讶也不欣喜 只认为楚门是出现了幻觉 楚门只好找到发小 诉说自己经历的蹊跷 好像一生都身不由己 感觉自己被束缚住的楚门 终于打算起身 去斐济寻找白月光 那个曾经勇敢吐露真相的女孩 然而他尝试了各种交通工具 都意外地订不到票获出故障 楚门忍无可忍 非要弄清楚真相 他将妻子锁在了车内 表示自己要即刻出发去斐济 果不其然 车子没开出去多远 就有好几辆车同时出现 阻挡楚门的去路 好不容易绕了出来 却碰到了一座跨海大桥 有深海恐惧症的他 无法克服心里的恐惧 但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他将妻子的双手搭在方向盘上 让他来控制方向 为了保命 妻子只好尖叫着开车过节 接着一场大火莫名烧了起来 楚门无所畏惧地开车闯过 跟通关游戏一样 又来到了核电站现场 他被拦截下来 一个素未谋面的工作人员 却叫出了他的名字 这让他睁大了双眼 这一刻他再也无法回头 只想挖出真相 他被抓回了家中 给他造成童年阴影的大海 也成为他无法逃离圈套的枷锁 为了打消楚门逃离家的念头 停止挖掘真相 父亲被安排和楚门见面 这是一场催人泪下的感情戏码 流露出真情实感的楚门 却被人们围观看戏 从此以后 楚门好像顺应了枷锁 不再执着于寻找真相 而是变得积极乐观 重复着单调且枯燥的生活 但是阳光的外表下 是楚门义无反顾的内心 他务必要逃离这个虚假的世界 直到监控室中的导演 发现盖着被子睡觉的楚门 竟然被替换成了网偶 才明白大事不妙 楚门再一次实施逃离计划 企图不动声色地离开 不像上一次那样引人注意 但这场不寻常的越狱 让导演勃然大怒 因为他第一次失去了对楚门的掌控 寻找楚门的行动开始 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开始了地毯式搜寻 然而楚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终于在大海上的一艘小船上 他们发现了楚门 他终于克服了心理阴影 对禁锢自己的大海 产生了探索和征服的勇气 这一刻 他是自己的英雄 只见楚门拿出来白月光的拼贴画 那正是他去往斐济的洞里 也是他逃离被操控的勇气 但导演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 只见海上风起云涌 惊涛骇浪拍打着小船 让楚门几乎丧命 但他却没有放弃 和大海勇敢对抗 导演下了狠手 将控制海浪的风力开到最大 眼看楚门就要被淹没 导演才收手 波云渐日 让楚门再次扬帆起航 监控室内的人们 都被楚门的勇气和真心打动 他在追求从未获得的自由 在楚门的脸上 有着不一般的笑容 但在一声巨响后 他的小船被限制住 原来海景和天空都是目不 楚门不可思议地伸出手 企图触碰天空 却只能被贴好幕布的墙撞回来 他用力地击打着墙壁 这个牢笼 将他苦苦欺骗了这么多年 他顺着天蓝色的楼梯 慢慢走上来 终于他找到了出口 导演叹了口气 把门打开了 被自私的导演 告知了真相的楚门 开始怀疑自己的真实性 看到楚门想回到现实世界 导演却仍然在布局 警告他 充满了欺骗和背叛的现实 一点都不比楚门的世界美好 听到导演的真情流露 楚门的背影似乎有了动摇 但沉默不语的他 把爱演戏的控制狂导演惹急了 听到导演填不知耻的话语 只关心真人秀的收视率 楚门再也不愿意当真人秀的主演 更何况从来没人问过他愿不愿意 这一刻 电视机外的千家万户 都在注视他的一言一行 他道出了惯用的问候语 却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这一刻他释怀了 面对摄像机深深的鞠躬 为自己不知情的演艺生涯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他转身走出了虚假的世界 追求真实和自由的他 终于踏进了现实 结束了真人秀的观看 观众却只想换一个频道看看 这一刻谁才是被虚假世界束缚的人呢 感谢观看